好 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 那么上节课讲完复合场问题之后呢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磁场部分的内容 今天我们讲讲我们磁场技术的一些应用 其实呢它本质上还是一个复合场问题 只不过和我们一些科研的设备产生的一些联系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讲的设备就是我们的速度选择器 速度选择器的构造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大概是这样的是吧 首先呢在上面和下面有两个基板 基板之间呢一个带正电一个带等量的负电 其实就是一个电容是吧 在基板的中间会形成一个电场 或者说一个云墙电场 对于这个图为例的话 这个云墙电场的方向应该是朝下的 没错吧 然后一个带电粒子从这个地方设进来 比如说在正电 你们可以看到它设进来之后 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它本身如果不考虑重力的话 因为一般这种粒子是不考虑重力的 重力非常小 这个粒子受到两个粒的作用 一个是朝下的电场力EQ 一个是朝上的重力 是我们的路伦之力 根据左手定则应该是朝上的QVB 那么当两者相等的时候 也就是当EQ 等于QVB的时候呢 这个粒子它做的是个隐速直线运动 是可以从右边装开的 那如果它们来不相等就算不出来 那有人说那我能不能做这样的运动专场呢 或者说这样的运动专场呢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呢一般速度选择 它这个几板的构造呢比较特殊 两板之间的距离非常小 长度呢又比较长 所以只要你发生一点偏转 就很难钻出来 是吧 所以基本上要求这两者应该是相等的 现在两者相等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Q可以消掉 V呢就等于E除以B 这是我们速度选择器所选择的速度 只有这个速度的粒子带电微粒 带电粒子可以从左侧射进来 右侧射出去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是一个正电荷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负电荷的话 那么这个负电荷的粒子 能不能穿过我们的速度选择器呢 可不可以呢 如果是个负电荷的话 我们的电场也会反向朝上的EQ 我们的诺伦之币 它也会反向朝下的QVB 只要你的V满足等于E除以B 它仍然是可以说过去的 所以呢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有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的EQ等于QV 是我们的平衡方程 算出来V等于E除以B 速度选择器 不选择电信 正电 负电都可以穿过去 不选择电量 因为你会发现电量这个东西 在我们计算的过程中可以消掉 所以电量等于多少都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不选择质量 因为不考虑重力的话 这个质量是不产生任何力的效应的 但是呢 有一样东西它是选择的 就是它会选择方向 为什么会选择方向呢 比如说某一个速度满足V等于E除以B 它可以从左侧受到右侧 但是不可以从右侧往左侧受 因为你方向反向之后呢 我们的安培力 我们的电场力是不会反向的 电场力方向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的路伦之力方向会反向 是吧 这样的话原来平衡了 现在就不平衡了 所以呢 方向我们还是会选择的 这是我们的速度选择器 那么第二个设备呢 叫做质朴仪 质朴仪的话 是我们在 在我们科研过程中呢 分辨不同核之笔的这么一个器件 它的构造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通过一个加速电压U 给不同的威力加速 比如说我们加速电压为U 那么这个点速度为V 那是不是应该满足这样一个式子 就电场力做工应该是U乘以Q 没错吧 它应该等于我们这个威力的动能的增加量 等于二分之一M微方 所以我们很容易算上V0多少呢 根号下 两倍的UQ 再出一M 其实我们从这个加速电厂 你出来之后的速度大小 是吧 好 出来之后呢 你会比较注意啊 它会进入我们这个速度选择器中心去 比如说 这个带正间的粒子 是吧 它就会瞎转一圈 然后从这边 就一个小口子 可以让我们的粒子射出来 是吧 其实不一定是个小口子 比如说这边 它可以是一个荧光屏 类似于老式的那种电视机 老式的那种黑白电视 它屏幕就是一个荧光屏 你电子打上去之后呢 会发出一些光 打了上去之后就会发光 就知道我们打在哪个位置了 那么这个进去的位置 和出来的位置之间的距离 地并多少呢 它应该是两倍的半径 也就是两倍的R 等于两倍的 就是带电离子在磁场中 它半径多少呢 应该是MV 除以QB 是吧 等于B分之二 V呢 这表达式已经有了 把它带进去 应该是这么多 根号下 两倍的UM 再除以Q 这是我们最终的这么一个表达式 也就是说打出来的距离地 和这个东西正在关系 那你会发现这样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对于不同的粒子来说 我们的B是相同的 因为是同样一套器件 U也是相同的 因为是同样一个加速的电场 是吧 如果说Q比M不同的话 Q比M不同的话 那么很显然会导致我们出来的D 是不同的是吧 所以如果你在我们这个速度选择 在我们的质谱仪这边 刻上一些刻度的话 其实是可以刻的是吧 不同的刻度对应的是不同的核质比 是吧 所以呢我们可以用速度选择器 分辨一些和自己不同的粒子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物理学中 在化学中应该有单词叫同位素 是吧 同位素指的是同样一个元素 那么它们的原子核内的质子是一样多 但是原子核内的中子是不一样多 所以导致原子核的电量是相同的 但是质量不同 电量相同质量不同的话 很显然就可以通过这个质谱仪去分离 是吧 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你们知道 照原子核的时候 它应该用U235这种元素 是吧 U这种元素 U235这个同位素 但是自然界中主要 其实还是U238 所以可以通过这种装置 把我们的U235 以及U238分离出来的 分离出来 而且呢 我们通过这个公式也会发现 235 238 谁近一点 谁远一点 比如说分离出来之后便是这样了 这个 谁是U235 谁是U238呢 通过这个图 我们应该知道 核质比越大的 B会越小 所以呢 这个应该是U235 它的质量比较大 核质比比较小 这个是U238 它的质量比较大 所以呢 核质比比较小 所以呢 我们的半径呢 比较大 这是我们的质谱仪 那质谱仪呢 它也不一定可以分辨出两种不同的东西 举例子 比如说 我们比如说有一个 氦 二四的原子核 和一个 刀 氢一二是吧 这两个东西的话 虽然是不同的元素 是吧 但它们的核质比 基本上是相同的 所以呢 是没办法通过我们这个实验装置 把它们给分离出来的 它们俩会打在同样一个点上 虽然是不同的两种物质 数量和电量都不一样 这是我们的质谱仪啊 还有一种呢 叫做回线加速器 这玩意的话也非常重要 应该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 劳伦斯他发明的 然后呢 就获得了洛贝尔物理学奖 这玩意呢 主要是来 加速我们的带电粒子的 可以让我们的带电粒子 获得一个很大的速度 原理同学们应该都比较清楚是吧 我们啪进去啊 然后呢 这边这些两极板之间 是加入了一个交流电源 他们两极板之间的那个电压 会不断的往附近变化 是吧 比如说你 Q跑到这边去之后啊 然后呢 发现这边的电势能比较低 然后呢 加速 就转了一圈之后 正好这个 我们这个交变电油 它的方向变了 是吧 你再加速 跑过去之后 交变电油方向右边了 再加速 再加速是吧 所以我们每一次 转到这个中间的缝隙的时候呢 它都会加速一次 每次跑到缝隙的时候都加速一次 每次跑到缝隙的时候都会加速一次 为了让我们这个加速呢 每次都能够恰好赶上 是有一些前提的 什么前提呢 就是我们这个交流电的频率 和我们这个粒子的运动的周期 交流电的周期和粒子的运动周期 应该是完全相同的 那也是什么意思吧 比如说啊 我们到这个点去啊 比如说啊 这边是 比如这是个 比如这是带正电的粒子啊 正 负啊 p 跑到这边去之后 然后呢 正负 两边反向是吧 右跑这边去之后 又变成了 负 正 所以我每转过这样一圈 我们粒子走过了一个周期 这个交流电其实它也走过了一个周期 粒子的运动周期和交流电的周期是完全相同的 呃 因为我们知道两边的磁场强度是一样的 所以呢 粒子的运动周期是啊 2πm除以qb 所以交流电的周期也是这么多 所以呢 交流电的频率等于qb 除以2πm 是吧 那我们使用这个这个这个 最往来加速我们的 我们使用最往来加速我们的粒子的时候呢 其实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啊 我们这个回转加速器到底能把我们的粒子加速到多大的一个 速度 或者说获得多大的一个动能 是吧 因为感觉上可以无限的加速下去 是吧 因为我可以无限的来回加速是不是 那到底是不是可以无限的加速呢 答案是否定的是吧 因为我们这个回转加速器本身尺寸是有一定要求的是吧 回转加速器的话 它本身有个大小 比如说回转加速器的半径是R的话 那我们粒子的运动半径不可能比这个半径还要大 是吧 所以粒子的最大运动半径我们就以R为例 它就等于什么呢 MV除以QB是吧 所以即使你粒子的运动半径 等于我们回转加速器的半径 它也不够获得这么大的速度 是吧 你获得这么大的速度 动能等于多少呢 也不过这么大动能而已 是吧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 对于相同的粒子来说 要增加我们获得了动能的话 有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增加我们的磁感应强度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回转加速器的尺寸 也就是我们的半径吧 而且我们应该知道 粒子获得了速度正比于我们的半径 以及我们的磁感应强度 所以呢 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回转加速器做得非常大 好像那个直径有好几十公里 应该是在欧洲的那个瑞士那个国家 和其他几个国家交界的地方 放在我们的地下 好像理论上那个机器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机器 因为你很难再找到一个尺寸是 应该是直径有好几十公里的这么一个机器 一个大圆形放在地下 在隧道里面 花了N多几百亿美元 特别贵 所以科研这个东西是非常烧钱的 而且你烧了很多钱之后 是基本上没有一分钱的收益产生的 就是你投钱投进去了 基本上没有收益 这个是需要国家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这是我们的EK是吧 你如果算出来粒子能够获得的最大动能之后呢 你还可以算一些其他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能算出来 它在我们这个磁场中到底加速了多少次 是吧 你每过一次狭凤是不是加速一次 每过一次狭凤就加速一次啊 每次过狭凤的时候 我获得了动能 获得一个能量就是UQ 没错吧 因为我的加速电压是U嘛 所以每次过去的时候 获得了一个能量就是UQ 所以呢 我们加速次数就得以EK 除以UQ 等于多少呢 看一下啊 QB方R方两倍的MU 这是我们加速的次数 算在加速次数之后 能不能算出来在我们磁场中运动的总时间啊 能不能算出来啊 有人说是不是N乘以周期数呢 一定要注意 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是吧 因为每一个周期 我们是加速了两次 你注意 我转一圈之后 在这边加速一次 这边又加速一次吧 我再经过一个周期 它又加速了两次 所以每个周期其实加速了两次 那我加速了N次 所以其实经过的是二分之一N个周期 然后呢周期给你 R Pi M 除以QB 就可以算出来我们加速的时间了 这是我们对于回旋加速系的一些认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啊 当然这结果如果你自己去算一下 应该对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帮大家 Pi B方 Pi B R方 再除以两倍的U 这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甚至呢 有些题目比较变态 它会让你考虑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 它会让你考虑 在中间这个小的磁场中加速的时间 然后你让你去求一个总时间 这样的题目就更加麻烦一点点啊 但是做起来其实难度呢也不大 是吧 因为你注意啊 中间虽然每一段都特别短 是吧 但是你要知道每一段的末速度 每一段的出速度都是前面一段的末速度 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些段数按照顺序依次拼起来的话 你会发现 它在中间那个电场部分的运动 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云加速直线运动 如果是一个完整的云加速直线运动的话 它的末速度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的加速度多少呢 应该是U除以D之场强 再乘以Po再除以M 这是我们的加速度 所以呢 这个小时间 在它力量多少呢 是V除以A 这个V除以A算出来是我们在中间这一小部分加速电场中所使用的时间 这个时间再加上我们在磁场中的时间 等于我们运动的总时间 这就是我们回线加速器一些需要学的东西啊 下面呢 我们做几道啊 这是我们后面啊 这些结果是这么一个东西啊 下面呢 呃 我们做几道例题啊 看一下啊 首先是我们的第一道例题 比如说呢 A B是一个平行的金属板 分别接到我们的直流电流表 直流电源的两极上 然后呢 右边有一个挡板 正中间开了一个小孔地 所以两边都是被挡住的 你射过去就被挡住了 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存在着云墙磁场 磁感异强度为B方向朝里啊 然后呢 这中间还存在着电场 从左侧中点C射入了一束正理子 在正理子沿着直线运动到右侧 从孔射出之后呢 呃分成了三数下面判断正确的设 呃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的显然的一点 在于呃我们中间那个基板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装置啊 而它其实就是一个速度选择器 是不是啊 它存在电场 存在磁场 对某些速度的粒子做出了选择 所以呢 我们能够穿出去的这三数粒子 它们的速度必然应该是相同的 所以A呢 肯定是错的 没错吧 而至于比赫是什么关系 其实不知道 因为这部分至于电荷以及电量 电荷以及质量 都是没有要求的 所以根本就分析不出来比赫的关系 但右边就不能看它吧 在纯磁场中运动 云墙磁场中运动 它的半径公式是什么呢 R等于MV除以QB 在速度相同的情况下 磁场相同的情况下 半径不一样 我们只能解释为 它们三者的Q比M 也就是核之比 是不相同的 所以它是对的 所以它们两之间的场墙方向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 如果是一个正电荷的话 它所受到的路人之力方向 应该是朝上的 所以它所受到的电厂力方向 必然应该是朝下的 那么电厂力朝向 对于一个正电荷来说 我们的厂墙就应该朝下A 指向B 这是对的 最后一个 如果改成负电荷的话 它仍然可以从右侧射出 这没有问题 是吧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 对于速度选择器来说 它对于电量 质量 都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只不过对于我们的运动方向 以及速度 会有要求而已 所以这二继的答案呢 有三个 B C D 它都是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那是我们的第二道题 是关于回旋加速器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加速不同的粒子 可以用同样一个磁场 对不对啊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你不同的粒子进去 我们都可以用同样一个磁场 进行加速 是吧 这个没有问题 不同粒子用同样一个交流电源 这行不行呢 这个可能就不行了 是吧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运动的时候 周期期定是什么呢 2πm除以qb 在B相同的情况下 你可以想象一下 核质比q比m不同 会导致我们粒子的运动周期是不同的 而我们交流电的周期 它等于粒子的运动周期 所以不同的粒子应该用不同周期 或者说不同频率的交流电 频率是这么多 这我们前面分析过 这是对的 最后一个 不同粒子从回旋加速器出来的最大动能是相同的 这个肯定应该是错的 因为我们前面 应该还是分析过 我们来看一下分析的结果是什么 当时我们分析了一个公式 我不记得了 我再推一遍 当时我们的结论是 B越大 R越大 我们的动能越大 但是没有分析Q和M的关系 是不是 看一下 MVQB等于R 可以说V等于QBR再除以M EK等于2分之1MV方 Q方B方R方 再除以2倍的M 这很显然在BR相同的情况下 我们的Q和M不一样 也会导致我们出来的动能是不相同的 所以这套题应该选择A选项 以及我们的C选项 B是错误的 那么第三套题再看一下 一个速度V0的正定值 正好有个直线飞出去了 B 电场长度 E 如果EBV都变成三倍 左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电场 我们的路伦之力 这个方向 QVB 我们的电场力朝下一Q 首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这套题只是把厂墙 和我们的 我们的E和B变成三倍 那么我们的例子还能不能说出来 只是E和B变成三倍 例子还能不能说出来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应该知道 V等于 E除以B是不是 以E和B变成三倍之后 它并不会导致我们的速度选择系 所选择的速度 发生任何的改变 所以原来可以射出去 之后还是可以射出去 但这套题 它把V也变成三倍了 这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是不是 我们的EQ只是变成三倍了 但是QVB变成原来的九倍 那么会往哪个方向偏转 它肯定会往上面偏转 没错吧 所以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会往我们上级版偏转 所以应该选择 2B选项 把同学们做变变 这是我们的第三道题 啊 谢谢大家